喂喂哈咯哈咯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3月15日 那講返就是我的講完沒多久 最近是的你個股市搞法時候 很多人就说特朗普连任的机会就小了很多了 其实疫情是把两面印来的 你要看看之后特朗普怎样做 你信不信得过他 还有他会用什么措施 这些措施又有没有效 就是习近平已经打了一拳出去了 拳倾天下 臣权无敌习近平 问题就是特朗普会不会还击 那我们拭目以待 有时有些东西我又免得说得这么确实 只不过一定是令到特朗普连任的机会 制了一些嫁 他一向都很高的 不怕撕两个东西的上天保佑 那今天呢 讲一下这个约翰逊 Boris Johnson脱欧的位置 那我们知道就是英国那边 就是整个欧洲了 其实那个疫情都很严重的 那有几件事观察了的时候 都想讲一下 第一样东西就是 update大家的疫情那些东西先 那就是之前说巴西那个总统中招 那件事呢 就是证实为假的 是阴性的 但是呢 他的助手就是阳性 那原因就是因为英国的其中一间传媒 那引用了巴西那边传媒的一宗传媒 而他本国那宗传媒的採访呢 都被证实是不正确的 那可能巴西那边传媒那里呢 就没那么reliable啊 那总统亲自澄清了这件事 但是他那个发言人呢就中了招的 那两个人同场的时候呢 就跟特朗普啊 啊有个见面会有握手的 那所以特朗普都去接受这个检疫 而目前他那个检疫呢 啊已经被证实是阴性的了 那就可起可可啦 但是会不会再检疫的时候呢 有任何阳性的几率呢 那就不知道啊 不过应该就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国家元首去做检疫那些呢 应该是准确一点的 我自己这样觉得啦 那所以他说没事就应该真的没事的了 那是说着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啦 在佛罗里达周海湖庄园别墅 曾经验请这个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 哼 其中呢 厉害了 巴西代表团呢 是有差不多四个人 啊证实确诊咯 而特朗普斯人医生表示呢 他那个检疫呢 那个测试结果就是阴性 就是说没有受到这个 武汉肺炎感染啊 而巴西政府那位新闻官呢 毓恩加藤 还有博尔索纳罗那位随团律师 啊 复发 还有美国那位迈 阿密市长 苏瓦雷斯 啊 都确诊的 那还有一个是巴西那个 ambassador福斯特 而福斯特呢当日呢 即是那晚来说啊 跟这个特朗普那个座位 相隔不远的 那特朗普就一直拒绝 接受这个检测 但最后呢 就都接受了这个检测的 那我之后会讲为什么啊 那update下的资讯就是呢 特朗普早前就宣布加强这个 防疫措施啦 撥出五百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进行抗疫 同时间联储局都不断泵水进去的啊 啊 总共去到四月的时候会泵成 好像五万几亿啊那里 那里 雷曼级别的啊 他放回了这些水出来的 即是那天说五千亿是最前期那个的 还有现在港制着啊 啊 总共 未来一星期呢 就会提供一百四十万个市制盒的 一个月来讲呢 慢慢会增加至五百万个市制盒 而最重要就是团结啦 那所以这个民主党呢 和华府都达成这个协议的 在众议院通过了法案 为有需要的居民进行这个检测 那特朗普就说啦 他重申啦 仍然是你有这个病征的时候啊 才能进行检测 即是留给有需要的人 那这点就一样的啦 你其实是分隔开了那些人会好些的 如果不是就传来传去 那那一讲为什么突然间这个 特朗普要走去进行这个检测啦 那当然就是因为啊 如果你一直不进行检测 突然间有事怎么办啊 那所以要令到那个不确定性降低的时候呢 他是最后点都要进行检测的 那我觉得他考虑到这点 所以就进行检测啦 好啦 那Boris Johnson 做着的是什么呢 那他就跳了出来说 就说呢 这个疫情仍会大面积地扩散的 目前感染人数呢 可能去到五千至一万人 他是这么说的 我要说给英国的民众听 真实的情况 很多家庭啊 会提早的这样失去他们的亲人 有人将他和季节性流感相比不对的 由于缺乏这个免疫力 这个疾病比流感严重很多 那约翰逊是认为啊 防疫措施那个时机把握很重要 还有根据科学和医学顾问的意见呢 认为暂时无需关闭学校 亦无需取消大型公众活动 那他就说了 因为很多的家长啊 如果你关闭学校的话呢 他们就要留在家里去照顾那些儿童呢 而他说问题就是呢 很多医护人员本身都是家长 啊 我自己觉得这点不是很合理 因为特别处理医护人员那些家庭个案 那他说了最坏的情况就是 可能有八成人会受感染 死亡人数可达五十万 他应该又是根据那些传染病模式的 那拿个最坏的数据告诉你听 那其实他就设置了一个contigency plan的 有个应急的那个情况 如果疫情大爆发的话呢 做的事都挺似的 包括聘用一些退休医护后处理非紧急服务 集中治疗重症病人 未确诊那些病人呢 就可能会送出院 那但是目前呢 他还没采取这个措施的 那他就说 大部分人即使染病 病情呢 应该就会维持轻微 还有会迅速康复 还有说呢 会继续跟人握手的 最厉害的呢 就是他说 他的偶像是大白沙大报复里面的市长 知道有大白沙咬人的时候呢 仍然开放这个海滩 勇气可家 就是凡事两面看啊 那你这么说的时候 当然被人骂到七彩的啦 但是又是两看的 就是因为你不是说就听的 那帮人 英国人呢 或者是欧洲人啊 他们觉得戴好罩不好看的 但是现在都肯戴下 还有呢 有武汉式的打招呼方法 就是找一只脚呢 踢一踢的 不是握手啊 啊 找一只脚踢一踢的 就是防疫意识是提高了的 generaly来说 但是始终你 尤其是 欧洲的 那些白人 还有美国那些啦 我想说就是呢 你越叫他做他 他越不肯做的 有时 就是不是香港那些 那么听话 还有乱的东西的啊 那所以呢 就是可能他先最清楚 自己国家的国情 那变了呢 说他现在玩什么呀 玩丧哦 就是他用丧过你 哼 就是喂 你听到是不是很害怕呢 可能大家要有失去 至亲的准备 但是呢 我就不防疫的了 就是 不过我就做完了 很多应急的准备 你不要说我没做事啊 喂 那真是什么 吓鬼你啊 喂 那你说啦 就是反而那帮人 可能听听话 服服贴贴的哦 啊 那就 有机会大步揽过的哦 那当然啦 一开始 他们那个 防疫意识各样 是不足够的 那但是 蔡翁失马 燕之非福啦 就是这么说 你说我黑心 都是这么说的 我是觉得爆得越厉 就越好的 啊 好黑啊嘛 真的呀 哇 这些东西不说得的 但是其实就 这笔血债啊 全球来说呢 就不会血债票偿的嘛 那又哪个找数呢 啊 就是 特朗普 缩缩的肩膀 大家都知道 在哪里来 就是这样咯 你始终呢 那些 鬼佬啊 不乃叫 的话呢 他们都是拿 红猫来笑一下 就是觉得可能是 乡下佬而已 是很轻视的 但是 今获离一下 这些呢 就不同 说法的了哦 就是 哇 原来是 杂特拉来的 哇 原来是 China 是来的 那会开始 有个警觉性哦 其实 来到今天啊 就算去到 特朗普 落台那天啊 就不知道 是不是四年后啦 还是今年啦 但是那个 意识都仍然不足的 那万一一角 不幸 就是 今年 被拜登 上了台的话呢 那就真是登登登登了 那些伙子 不要在那里说 什么拜登 会打人权牌啦 麻烦 是太天真 万事太傻 他的engagement policy 就麻烦了 哎 缩了一角了 你就是不行 啊 搞到人家 怎么说的 我就想起老夫子 其中一个场景 你又在那里 找了只老虎仔 然后每天就 喂少许 喂少许 那本身很小的 最后呢 变得很大 然后呢 抓一声 啊 老夫子 剩下了只脚在外面 民主党迷做着这些东西咯 好心啦 麻烦 所以今次啊 Boris Johnson那些呢 就是 又未至于要 平击到他 那么激烈 他这样做法 可能反而是 符合国情的 英国的国情啊 Anyway 啊 就是 我这样想 好像有点怪啊 隨便啦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先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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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